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在车圈里这一定不是一个罕见的情况 国外的进口车向欧洲日本 他们只把汽油机引入中国 每次升级换代一直是改变的车型 并没有用上先进的坚能技术 因此在大陆市场很少见到坚能的柴油汽车 有因必有果 这样的一种现象其实是由以下几点原因导致的 首先由于技术上的复杂度提升 柴油汽车的造价较高 比一般的汽油汽车贵了一到两万元 此外柴油机的售后保养价钱也不低 也就是说不仅买得贵养得也贵 这对车出我们经济能力 可是个不小的考验 其次中国地区油品不高 这样质量的油会给汽车总体性能带来不小的影响 而且在中国柴油要划分到战略物资 那不是随便就能给到老百姓用的 如果要排个等级出来 那一定是军用大于农用 再大于民用 轮到私家车的时候 供油量也是少得可怜 另外中国人对于柴油汽车的印象一直不好 觉得柴油车噪声震动大 车身笨重还冒黑烟等 是很多的车款 由于柴油的物化效果不下 必须用压燃点火方式来 使燃点高的柴油燃烧 这样一来发动机就得在16到20之间 不笨重才怪呢 而且柴油车的尾气 尽是些淡氧化物 周围的花钱靠特定的尿素溶液来中和 想想从购车到售后 柴油车的开销就像个无敌洞 但国家对柴油车也没啥优惠政策 自然大家就都不想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